想去做头发 可惜又没能看店 然后放歌就给我出了个主意 他说我们隔壁不是理发店吗 把那个漂亮的老板娘 请到我们店里来给我做头发 你也不要炒了 你也来看得到 两全其美是不是 对啊 今天我们家是吃面条 中午没有去买菜 我现在呢就去问一下 人家老板娘 能不能把她的理发店 今天下午长时帮到我这边 帮我做个头发 我们两家就是两个 你做阿姨的孩子好不好 带上吧 你就去店里等 每个人都说自己的理好 我觉得她保养的好好 女儿都那么大了 随便 现在我又回来店里上药水了 因为放歌要上班了 我的额头就是不适合留那个刘海的 从头发都不知道什么放的 就在这里了 放歌给我出的主意好像还真行 现在药水上了一磅了 底下那一磅的话要等一会再上了 因为我的头发之前也是拉过的 还有一磅还是直的 实意的是吧 现在每个人进来买东西 都要对我这个模样感到很好奇 说我为了改变形象 这也太拼了吧 二十分钟后冲水 没有空四分钟 可以 叫了一个堂妹 再帮我看一下 最瘦的是106 要睡很久了 太多了 头发 营养好 营养生肥 哪个 没有吧 你看头发又好 皮肤又好 上门糊 天都快要黑了 免得有 要不要吃个 有那个细子的 细子的没有 就拿那个 有个是吧 免得 拿两包 两包是吧 要拿 你验点包 主要是第一层 每年我要拿一次 头发还没弄好 好了 我的头发做好了 从两点开始 一直到现在 现在是八点钟 中途休息了一个小时 一共做了五个小时 厉害吧 可以 拉了个头发 像花那个人了 一下子 年轻人十岁 太夸张了吧 太夸张了吧 看见没的 哈哈哈哈 啊